第三世多解僵佛办公室第36号公告 当前一些身为丧失身份的人物 其中有尊责法王名头的人 也有人波切法师提出一个让第三世多解僵佛办公室 必须解决的事 第三世多解僵佛办公室早就已经公告了 除了三星之夜轮以上的大圣德和巨圣德之外 无论什么身份等位的丧失 只能带领佛弟子公文第三世多解僵佛的法音 和为佛弟子们举行皈依仪式或传法 而绝对没有资格为佛弟子们做开示 其实这并不是说上师们的论理开示全都是错的 而是其中有正确的 也有很多错的开示 哪怕就是有80%的正确 那毕竟有20%是错的 佛弟子抓住错的这部分去行持 方向就彻底偏了 比如在三道上开车 开100公里 必须全部都要在正道上走 如果一不小心开到边道悬崖 那就彻底完蛋了 现在个别上师说办公室公告了 不准他他们为弟子开示 这是剥夺了他们教化弟子的权利 也减少了他们建立功德的姻缘 认为这样对红法立身是不利的 甚至有些上师们一碰面便互相鸣不平 满以为自己真的就是一代高僧大圣德了 为什么不让他们为弟子开示解谜 开解业障呢 为此这些上师们提出很多意见 但是他他们在提意见的同时 却忘了重要的一点 他他是己心虚迷伦圣德 怎么自己只会吹嘘而没有考上日月轮实资圣德证书呢 现在既然大家意见这么大 鉴于保护你们更为了众生的会命安全利益增长 那我们就必须要解决一下这个严肃的问题 其实大家都已从办公室的第33号公告上知道 一新日月轮的硕士道圣德开示的法义 肯定是有错误的 二新日月轮的中地道大圣德做开示也会有错误发生 三新日月轮的中地道大圣德讲开示也会有少许错误 就是说 只要不是四新日月轮的上学道居圣德所做的开示 一定都会有错误 更何况非日月轮师之圣德的虚迷伦圣德或非圣德 其开示一定会错误连篇 乃至乱作开示的上师本人都还落入128条错误和邪恶之见中的很多条 乃至说脚话骗弟子 这怎么能有资格做开示呢 而且就仅从这个世界上著名的大宝王大尊者所著述的一些开示书籍中 已经发现很多错误违背经教出现谐说 这足以说明乱讲佛法开示 遗害大众的悲惨后果 你们做上师的要明白 连祖师们尚且论注有错 何况你们 一旦犯下开示法义的原则追过 那就遗害佛弟子们了 正是为了保护修行人获得正知证件 保护这些上师们的顺利成长 防止大家落入罪业深坑 也为了防止佛弟子们经过学习进步以后 发现你这位上师曾经开示的严重过错 而轻视看白你 甚至离开你这位上师 另外步入邪师们中 办公室才严格规定 一切非上学到俱胜德的师之 都没有资格做任何开示 这不是剥夺你们为师者度身的权利 恰恰是保护你们以及众生的慧命 让你们更好地建立更多的功德 早日正到货真价实的真正独立行为的 能经过七师事证考核过关的大圣等和圣量 来利益大众 要清楚 一旦开示错了 罪业就该开示者单了 黑夜就该拧飞了 你就终生得不到进行观点 学不到大法了 修行人要明白 如果要解脱成就 就不能不懂装懂乱开示 而弟子们就绝不能乱提问 请你们的上师开示法译 如果已经听了某位上师开示了的 佛弟子们只能作为参考 却不能作为正确答案 有的佛弟子认为自己受过上师根本十四戒 及密宗十四戒 这是不能犯的 你们要清楚 上师根本十四戒里面所指的上师 是日月轮以上的大圣的上师 而不是非圣者或还在犯戒 或落入一二八条邪恶和错误之见的上师 如果该师已落入一二八条邪恶和错误之见 行人完全不应该手持该师所受的十四密宗戒 如果继续对该师遵行密宗十四戒 那反而是违背了佛陀的教戒 盲从偏见之师而行十四戒之第一戒 不得解脱 对于落入一二八条之见之师必须远离 对于没有落入一二八条之见之圣德或大德 只能跟他们皈依学一皈 至于你们要找正确的答案 不要听闻第三十多节枪佛的法音 法音里什么答案都有 否则听了非日月轮大圣的上师们的开示 绝对的会不同程度的之见偏邪 一旦见上出了偏差就不得成就解脱了 凡是论听开示之见偏邪之人 一律不得受以圣意内密灌顶等高级的佛法 其实当前世界上的上师们的开示会有错 这是难免的 因为就连历史上的主持们也有的是讲错了法意的 当然如果某一位上师具备了开示正确法意的水平 办公室一定认可 为他他开放开示的资格 同时会发给他他相应的圣德证 反懂佛法的上师们都知道 学府之人最重要的不可不学的就是禅修 脱离的禅坐就成了佛教外行了 大家千万小心一个问题 不要认为你不是禅宗就不学禅修与禅修无关了 要明白 无论任何宗派任何法 只要是做功课包括念佛都牵涉到禅修的性质 禅性就是真谛也就是成就解脱的地 因为任何一个法门都必须牵涉到静心专一定下来的问题 这就牵涉到禅的理地了 所以凡是上师们都必须要懂得禅修的 并不是只有禅宗才禅修 如果不懂也要从现在起学懂 否则无论是什么人转世再来的 以律没有资格教授弟子做任何功课 更无资格做开示 为了满大家的开放开示资格的愿 必须选拔出开示人才 办公室不从圣量上来考核你们 而只从理论上出一题 你们凡是当上师拥有弟子的尊者 法王仁波前法师们 来把这佛法中必须要懂得禅修之客 让你们注意文字的开示 题目就是 什么叫禅修 其作用是什么 你具体怎么使用禅修方法 最终获得的真谛是什么概念 如果能把这篇考题写正确到90% 就会开放它它某种程度的开示之德 如果连禅地修法都不懂 那就根本没有资格为弟子做开示 原因很简单 连佛法所要取向的基本道理都不懂 连禅修都不懂 就是不懂佛法 无论是佛教的哪一宗 显宗或密宗等 动物门或监物门 都是离不开禅修的 所以作为当上师之人 必须要懂根本的佛法禅修 也是佛教徒必然必修之法禅修 也是仪规法 静坐法 思维法 持咒真言法 外戚内戚法 必须经历的过程禅修 比如说一个当上师的 连禅修都不懂 就绝不能讲开示 因为此人已经脱离的刚理原则 不属于正规佛教徒了 更不是佛教上师 所以此人身份再高 也只会欺骗信众 遗害弟子 办公室是绝不会同意欺骗信众的 胡编乱说开示的 现在考题已经出了 请所有带途中的任何身份级别之上师 在一个月之内 也就是2013年8月16号之前 将自己的答卷寄到办公室的电子信箱 所有带有弟子的尊者 法王仁波切法师阿舍里奇的上师们 只要不是三星月轮级别以上的上师 均应打考此题 凡是身为上师 而又对弟子们找各种借口 宣说不入考此题的 就说明该上师问题比较严重 是故意安乐心对弟子们不负责任 凡此类具上师头衔者 不管他外表的身份头衔再高 至少其内在是不懂佛法的 所以才不敢硬考 无有考试记录 如果不入考此题的人 竟在下面对弟子编一套说辞 蒙蔽弟子 这无疑是在欺骗信众 面对此类上师 佛弟子必须远离 不难医治 否则必然堕落 如果硬是持考题 但又没有考及格 这毕竟有对众生负责的行为 来硬考此题 说明这位上师是真修行求进步之人 是信徒可以尊敬的上师 对上师们的考试成绩 办公室一律不予公布 若某一上师应考没有及格 当有人咨询到他 他的时候 我们只会告诉咨询者 某某上师已经考试了 但不会对咨询者公布其分数 而对那些不应考的上师们 也不会公布名单 但是如果有信众咨询 我们只能遵守戒律 实话实说答复咨询者 某某上师没有交考试券的记录 对于考试得到90分的上师 我们将会行文公布 该上师可以做什么程度的开示 对有人咨询到 三星月轮大圣的会议上的上师 我们会找付该上师的胜量成就 是已经获得高等级别的 日月轮大圣的等位 不在备考试范围内 这样对于你们所要求开放 开始资格的人士 就会非常明确 满了某些上师 强烈要求为弟子做开示的愿力 和无资格开示的鉴定结果 再次说明 我们不会公布你的考分 第三是多杰强逢办公室 2013年7月16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